你好,欢迎来到关系攻略 今天的合集是关于独立 我们会采用清单体的方式 清晰有效,通盘观看,更有收获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主题,独立 第一条清单,20到40岁必须要明确的第一件事就是 心理上独立于父母 即使不结婚,也应该尽快摆脱妈宝的地位 第二条清单,独立不仅仅是女性应该有的优点 事实上,它应该是任何一个人类个体 乃至于依附于人类的动物个体都应该有的优点 第三条清单,不要跟不独立的人做朋友 不独立的人一定都有这样的特点 如果我有麻烦,是你我共同的 如果你有麻烦,我是我,你是你 我会脱开和你的连接 第四条清单,判断一个人是否独立 看他是不是严重依赖自己的父母 有没有情绪化的表达 在处关系时有没有界限感 不独立的人往往自己能做的事情也要推给别人 自己能拿主意的事也要问别人 如果你不能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独立 那他一定不独立 第五,在我们很年幼的时候 往往觉得爸爸妈妈是无所不能的巨人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会渐渐意识到他们也只是凡人 要想独立于父母 就不要把父母理想化 如果你开始自己扛一些事情 你就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之旅 很早就开始自己扛事的人 在朋友当中也不会依赖他人 而是可以替朋友分担之人 第六条 不再以父母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判断标准 独立的成年人有稳定的三观 会使用逻辑工具 对于是非和利益的判断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绝对不会完全依赖于父母的见解 第七条 不需要依靠父母的激励来给自己动力 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来自父母的激励是锦上添花 但绝对不是我们行动的必要条件 我们判断一件事是安全的 是对的 是有利益的 那就可以去做 如果你成年后活着的意义 仍然是父母的期待和赞许 你在做各种事的时候 都会动作变形 第八 不沉溺在对父母的怨恨中 今天所有的微信营销号 都敢跟你谈论你的原生家庭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不是去责备和归咎于原生家庭 而是尽快地从精神上去脱离它 把自己的问题完全推给原生家庭 然后彻底自暴自弃下去 这也是不独立的一种表现 要知道 父母伤害的是过去的你 你还可以把握现在的时间 保护未来的自己 种树最好的时节是十年前 然后就是现在 第九条 要想独立 就要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自己做决定 事后结果好与不好 责任都要自己承担 千万不要对父母说 都怪你们当初没劝我 这句话只要说一次 你就会退步成为父母的附属品了 一个喜欢推锅给自己的父母 朋友的人 就是典型的关系未成年人 而且是那种最糟糕的情感碰瓷者 说完独立于父母 咱们开始说一说职场上的独立 来看一看第十条 职场独立是一种 不依赖他人他物的强大 独立不是要跟上级分庭抗礼 而是要在工作中足以独当一面 独立是职场上的无差别美德 所有的人都应该独立 第十一条 新人必须要独立 如果总是说我是新人 用这句话来摆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那这个人就走不远 同样的 老员工必须要独立 有的老员工欺负新人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怠惰 就想着往外推 不独立的老员工连新人都会瞧不起他 还有领导必须要独立 我们之前谈论过一个空降领导应该如何清场 清场最关键的就是 老子自己带几个人就能把这事干了的决心 如果你依赖下属的劳动力 战斗力或者业务实力 那清场就一定会失败 第十二条 作为领导不要害怕独立的下属 用独立的下属好处颇多 比如独立的人在戒指上要比爱依赖的人远远高出一个档次 如果害怕独立的人 你就会错过一些最好的人才 千一百顺的奴才并不能帮你建功利益 独立的下属才能够帮助上级建功 那说完职场上的独立 咱们接下来来复习一下 恋人或者配偶是关系未成年人怎么办 应该怎么改善对方的独立性 来看第十三条 关系未成年人在很多时候确实很像孩子 这个时候是可以用称赞和表扬推动他们前行的 称赞人关键是要真实 不要捧假了 再自恋的人也听得出言不由衷的称赞 称赞要具体化 只表扬对方的某个行动 还要适当拒绝对方的依赖 慢慢地让对方自己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之前我们说过 对小朋友可以用奖励的办法 一个星期好好守纪律 到周末就有一个小玩具 这一招在恋人之间也非常有用 如果你认真打扫房间一个月 我就送一个任某堂的新游戏机给你 这对宅男也是有效的 如果你能够一个月坚持沟通不发脾气 你想要的那套口红 我就能帮你拿下来 要勇于接受对方的讨价还价 不独立的人不会讨价还价 不会判断 他们仅仅是对一切安排表示不满意 没有提出建议的能力 你呢 还可以支持他发展一些兴趣和爱好 让他趁机摆脱掉那些同样不独立的烂朋友 还有一点 要有隐私 不要共享你们的微信 QQ和手机的锁屏密码 这件事不独立的人才会干 在你促进伴侣成长时 自己也会从这种努力中收获很多 你会发现 这些艺术以后可以很好地用在职场当中 关系这门学问呢 是一通百通的 那也希望你呢 能够通过本周的内容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独立 也希望你可以找到独立而强大的彼此 在工作中一起奋勇前进 在生活中携手前行 彼此珍惜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